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挺抗拒的 我记得我老公五十多岁就被人叫做low back 不是又那么好 你自己怎么看的 应该怎么称呼 我们都叫哥哥姐姐 可能我自己现在也是 其实是 以往香港社会的人士对老人家 通常都有一个比较负面的看法 我也记得五十多岁的报纸就说老庸老妇 但其实我们如果从老年学的定义来说 现在我们不再用年龄来分析了 这么好啊? 是的 我们现在就用一个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的意思就是我们将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就是第一零 第二零 第三零和第四零 第一零就是全职读书的那些就叫做第一零 全职工作 像你那样就属于第二零 哇 这么高兴? 是的 像我这些就是兼职工作 就叫第三零 即是没有全职的工作 但是又有少少的工作 但是还是身体还是壮健 还可以继续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又有很多时间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叫第三零 最开心是这一零 是 另外我们就不想去到的就是第四零 第四零就是说你是需要被人照顾 身体比较弱些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积极 就想留下在第二零或者第三零 就越长越好 那就减少去到第四零的阶段 哇 这个分的方法我都是很少听 听起来又觉得相当新鲜 是 那我现在叫自己 如果我们以前分第二零 就是在工作 在职 青年 是不是和我很早期 我看那个幻灯片一定 不是 那个POWPOINT一定有错 就说50到80岁之前还是青年 是 那我就BITE这一套 是 无论怎样都好 我都很想知道是什么动力 或者你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老年学的工作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没有用老年学了 但是怎么说 我怎么说这件事 如果不用老年 都是老年学的 因为比较多些人认识 名称 或者第三四零 都可以的 不要紧要你继续 新的名词 是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过我 为何我会在这么早的时候 在40年前就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呢 其实我更早一点 其实在我中意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了 想从事长者的工作 和长者一起共事 服务他们 说回来 有一件事 是否因为你的家人 还是为何呢 是一个婆婆影响了我一生 我还记得中意那年 我是读天主教旅校的 我们天主教旅校 都很鼓励我们去做义工 做服务 我们的家学校比较特别一点 隔离就是儿童院 对面就是医院 再上一些就有两家老人院 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做服务 就是认识很多不同的群体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圣诞 我们带了很多礼物 就是上圣诗 去医院那里探病人 我们去派礼物的时候 当然很开心 每个都很笑着回答我们 只是我发觉 我去到一个婆婆 她坐在轮椅上面 我送礼物给她的时候 她竟然不要 又不理睬我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发觉 原来她是一个寡妇婆 一个人做三份工 抽大十个子女 但到今天她在医院的时候 竟然一个都没有来探她 所以她很憎恨这个世界 后来慢慢慢慢地 我听她说她的故事 她最后有一次 就是她插着我手 就说这个世界上 她有我一个朋友 当时我也很震撼 对啊 你也是很小 对啊 我当时就喜欢 但是 就由那时候开始 我就想 希望每一个长者 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不要带着仇恨 希望她可以很安详 还有很有尊严 开心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影响到我 将来立志 我希望做长者的工作 由那时开始 好感动 好真实 希望这一段访问 不单止家长听 请你年轻的孩子 都要跟你一起听 下一个环节 继续跟你再谈下去 好啊